大家好 我是赵璐 欢迎收看本时段新闻快讯 昨天美军两架黑鹰直升机在肯塔基州的一次训练中坠机 机上的9人全部遇难 坠毁的直升机隶属于美军名牌101空降时 周四凌晨 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在推特上发文说 两架美军黑鹰直升机周三晚间 在该州西南部的一次例行训练任务当中坠毁 地方政府和应急人员正在对事故进行处置 韩贝尔宝基地发表声明说 这两架101空降师的HH60直升机 在美东时间周三晚上10点多 在肯塔基州特里格郡发生撞击事故 具体的事故地点在坎贝尔宝西北约30英里处 坎贝尔宝位于纳什维尔西北约60英里 田纳西州的边境地区 肯塔基州警方表示 坠机发生在田野一些树木繁茂的地区 目前还没有住宅受损的报告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美联社的报道说 事故共造成9人死亡 坎贝尔宝的发言人瑟曼周四早上表示 目前我们的重点是牺牲士兵和他们的家人 101空降师的别称为孝英 于1942年8月组建 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诺曼底登陆 和突出部之翼立下赫赫战功 这支部队近年来也参与了美军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而HH60直升机常用于支援多种军事行动 包括空袭、医疗后勤等等 俄罗斯以间谍罪名拘捕了美国《华尔街日报》 一名驻俄罗斯的记者 是冷战以来首名美国记者因此罪名在俄罗斯被捕 《华尔街日报》要求俄方立即放人 31岁的格尔什科维奇涉嫌间谍罪被正式逮捕 在莫斯科法院出庭 他否认控罪之后转送到莫斯科的一所监狱 扣留至5月底再次出庭 格尔什科维奇的代表律师说 不获准出席聆讯 并得惜已有律师代表他出庭 格尔什科维奇是美国公民 在《华尔街日报》莫斯科分局担任记者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指 他在叶卡捷琳堡被捕 当时正按美国的命令 收集俄罗斯一间军工企业的资料 属于国家机密 已经展开刑事调查 局方没有透露该企业的名称 以及格尔什科维奇是何时被捕的 克里姆林公表示 他是在犯罪现场当场被发现 案件列为高度机密 俄罗斯外交部批评 他利用记者的身份做掩饰 从事与新闻无关的行为 《华尔街日报》则否认了所有指控 敦促俄罗斯立即释放 美国驻俄大使馆没有收到俄方的通知 仍在要求俄方提供资料 这次是冷战后 首次由美国记者涉及间谍罪 在俄罗斯被捕 他也是俄乌战士以来 首个在俄罗斯被捕的外国记者 近期美国火车脱轨事故不断 一辆运送乙醇的火车 今天凌晨 在明尼苏达州雷蒙德脱轨 多节车厢着火 当地的民众被迫撤离 交通部长布地甲齐今天表示 初步的信息表明 火车的40节车厢中 有14节载有危险化学物质 包括起火的乙醇 当地官员表示 脱轨半英里范围内的居民已经被疏散 BNSF铁路公司的专业人员正在现场处理事故 由于脱轨和大火 州交通厅已经关闭了附近的一条高速公路 另外铁路的主轨道已经被封锁 目前无法估计重新开放的时间 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出轨原因仍在调查之中 BNSF铁路公司的公共事务总监肯特说 这列火车载有乙醇和玉米糖浆 乙醇是一种高度易燃的化学品 人体接触它之后会导致咳嗽 头晕 眼睛灼痛 困倦和失去知觉等等 美国列车脱轨事故发生频率极高 根据统计 从1990到2021年 共发生了54539起火车脱轨事故 平均每年1704起 平均一天4.7起 除了火车之外 28日肯塔基州境内的俄亥俄河上 10艘舶舶脱离了脱船 其中一艘舶舶沉到了水下 这艘船上运载有140吨有毒物质甲醇 当地的水雇公司表示 该事件发生在取水口的下游 因此饮用水没有受到影响 故意市民不要担心饮用水的安全 尽管尚无迹象表明甲醇泄漏 但是肯塔基州能源和环境不称 一旦出现泄漏 可能会造成部分鱼类死亡 菲律宾南部一艘渡轮 昨晚接近11点时发生了火灾 当局今天表示 这起事故至少造成31人死亡 另有230人获救 起火原因仍在调查 菲律宾南部的明达纳俄岛的巴西兰省 发生严重的渡轮火灾 根据曼谷邮报等外媒的报道 这艘连接该地区多个港口的交通渡轮 30日发生了火警 当时船上载有250名乘客 海岸警卫队赶到灌救时 已经有13人丧命 经过数小时扑灭火势之后 该省的省长沙利曼表示 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31人 死者当中包括一名6个月大的婴儿 大部分死者是烧死 也有人溺水身亡 发生火灾的渡轮 名为玛丽女士号 平时往来于三宝岩码头和苏禄省之间 是周边居民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 负责灭火的海岸警卫队研判 渡轮起火的原因 很可能与船上空调设备故障有关 随着火势越来越严重 或使船上的乘客必须跳海 除了31人丧命之外 还有不少乘客出现了呛伤 烧伤或者溺水的症状